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七七八八,我是琪琪 这位大哥呢是勇士 2024年呢,北京时间3月10日的凌晨,突然就爆出来了一段视频 是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它看起来好像是要冲进这个中南海新华门里一样 但是它当然了并没有进去 而是它在这个新华门门口的时候就被制服了 而且为了制服这个驾驶员一个人 出动了我看大约应该有十几个人的样子 之后呢这群人还一路小跑把这个驾驶员给抬走了 就真的抬着走那种 但是呢这个视频它具体的一个拍摄的日期还未知 不过呢可能是因为新年的原因 所以新华门的二层最近确实是挂着灯笼的 那我是有点瞠目结舌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是最近的一个视频的话 那么两会期间北京它严防死守城这个样子大家也看到了 这段时间呢从河北到北京甚至说比从河北到美国还要更难 那如果真的是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我是真的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了 因为我第一时间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我就只有惊叹 就真的只有惊叹 居然会有车去冲向新华门要进到中南海里面吗 虽然说现在就是这位大哥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壮举 但是我直接就开始就是说反正是有点佩服他了 因为我觉得他比那些为了报复社会 然后就去冲小朋友的人要抢一百万倍 之前其实说就有很多朋友都说过了 说如果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啊 你有仇报仇你有冤报冤 你光过去欺负小孩你算什么本事呢 鲁迅不是说过吗 勇者愤怒抽认向更强者 怯者愤怒却抽认向更弱者 这句话不是玩那个鲁迅说的梗啊 就真的是鲁迅说的 反正无论如何 我觉得勇于向更强者亮剑的 他肯定就是一个勇者 我知道现在在这说什么啊 希望这位大哥没事之类的 其实算是废话吧 但是因为咱们都知道 在中国这样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我还是要说 就是我希望他能一切都好 或者说我希望导致他自己去这么做的 具体的事也好 别的什么原因也好 都能有一个尽人意的一个结果吧 哦对还有就是 这位这个把视频公布出来的朋友 我希望他能够好好保护他自己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危险的行为的 因为在那个时间那个位置我觉得如果真的铁了心要找他的话并不困难 哎就突然又因为国内的一个言论和自由的局势感到揪心了吧 我我好像就是刚才一瞬间就回到了就是在国内的时候的感受 就那个焦虑感突然就都回来了 因为在刚刚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特别自然的在思考啊 什么不能说什么不能做就这些东西 就像我 就是这两天看到的有一个女士 他就是也发出了同样的疑惑和感叹说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 他跟朋友呢在这个手机上面聊个天 到最后呢聊天页面就只有自己说的话了 因为朋友是说一句撤一句 说一句撤一句 我发现最近说点话讲点事特别的费劲 最近呢我还发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就是说我最近跟人家在抖音上聊天也好 还是在微信上聊天也好 我惊奇的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个毛病 说一句撤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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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具体咱们谈到什么敏感的不让说的东西 都是就是日常聊天 哎呦 说一句撤一句 说一句撤一句 我特别生 我就那天我就是跟一个很多年认识朋友 我说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我们都随便都瞎聊 然后他就说他不是不是 要注意注意 他说我我上周的时候 他说跟什么 因为他们家物业的事也不知道怎么着 他说好像跟什么水暖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他说在电话上打起来了 然后就是骂起来了 他说后来那一伙警察就来家了 要注意什么说话 什么正能量这种大的 他说现在他就说还特别注意 就不能让人家再抓着把柄了 我的妈呀 我还有这样的 我抖音的群里头也是 也有人 一会发一个撤一个 发一个撤一个 我那天我有点恼了 我说你这是干嘛呢 我说这样的话 就我就没法跟你说话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啊 跟别人在 就是抖音上聊过天 大家就是就一个话题讨论 结果最后呢 那个人呢 应该是把他那边的话给撤回去了 后来 撤回去之后呢 就剩下我自己在这自说自话 你知道吧 那有些人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发出去 说你看你说什么什么了 然后呢 其实呢 当时是一个对话 你知道对话都是朋友之间 就是信任的人才开始对话 而且对话的时候 都是在相信你的情况下 咱们聊一些话题 有的时候都可能 我可能都没聊这个话题 是别人引导我聊的 那我肯定就是说一些 啊就这样啊 说一些 哎 哎 最后有人他把他那话撤了 给你发出来 你说这种事我都遇到过 所以我那天 我群里边有群友 说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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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脑子 我说我特别不喜欢这样 我说你要这样 我就不跟你说了 因为最后看起来 全是我一个人在说 这个大哥这个大哥的 事实上你这是一个对话 你知道吧 所以我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 就是让我很不舒服 然后网友说 也不是担心 因为他前一阵的号被 也是被封了一阵 虽然我说没辙 我改编不了网友的 他已经是这样了 我说我也改编不了 那你们就哎 就聊吧 但是从我自己心里来讲 我要知道一个人说一句 撤一句 我可能就不想说了 你知道吧 因为我不想陷入一个 场景 就是最后哎 我今天跟你聊 咱俩就这个话题聊 聊我们第二天 我一起来一看 我的妈呀 全是我一人独角戏 然后呢 这说到这呢 前两天 我表弟 给我发一个 截图 他那微信 被封禁了 不让聊 我的天哪 我说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 哎呦 真是 说点话 真费劲 咱也不关心别的 咱们不管 不敢关心了 咱就关心一些文化上的 经济上的 社会上的 现在我都觉得 在抖音上看起来 或在微信这个平台看起来 其实说实话 都是没有什么深度的 甚至就是片面 怎么说呢 就做一个形容吧 就比如说套在脖子上的这个绳子 就算他这个收紧的速度 人的肉眼是不可见的 但是人其实对一个这个危险的本能还是有的 而且他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说现在处在这种 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 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情 就可能会把自己抓走啊 甚至去喝茶的一个情况之下 人当然就只会把自己活得像一个安纯一样 因为今天可能还没有什么事的话题 明天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禁词 那么今天甚至官方都还在说的一个内容 明天你可能一提就完 比如说之前在十年前吧 可能中央电视台 他还推荐过日本晋国神社附近 那片特别出名的一个樱花树林 他在那个视频里面说 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景点 大家可以去玩 然后推荐大家去拍照啊什么的 但是现在的中国有谁敢提说 晋国神社附近的那片樱花林 特别漂亮 推荐大家去玩 就我觉得怕不是会被冲爆 所以呢 虽然很不可理喻 也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确实能够理解这种 就是怎么说呢 如履薄冰的一个心态吧 因为在这种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然后人不知道边界在哪的一个危险的社会环境之下 就是大家肯定非常容易就过度反应了 你什么都不敢做 我之前就给大家稍微提过一点 秦朝的一个崩溃原因嘛 那么无序其实就是它很大的原因之一 朋友们应该还记得 那么事实上呢 秦朝它在崩溃之前一直都是律法严明的 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连做举报之类的 商鞅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么定的 那么为什么秦朝就可以延续那么久 其实就是因为有序 对 因为你不管法律有多么的严苛 你只要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明确的一个执行的标准和范围 那么人民就是可以忍受的 你如果说你胡乱来的话 那么军心难测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御下之术吧 但是你总体还是得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范围 就是你在什么事情上可以这样 在什么事情上不可以这样 如果你真的就是没有边界的去随心所欲的话 那么大致来说应该会有两种后果产生 第一个就是人民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像当时的六国移民一样就开始闹它 要么就是说你治下的人民陷入一个极端恐惧之中 什么也不敢做 整天的自己就吓自己 如果说中央可能今天下发了一个命令说 从今天开始全中国人民都不许再吃包子了 那么下面的民众他可能会变成 所有的面值食物他都不敢吃的程度 而且是自发的这样 那这样子时间很长之后呢 社会会是什么情况就大家能想象吗 那么如果说这个夜闯中南海这件事情是让我惊叹的话 那么下面这个官方我觉得就是让我爆笑了吧 就话怎么说来着就官方一出手你就知有没有 咱也不知道就是他是故意的呢 还是不小心 还是故意不小心 还是不小心故意 嗯 总之我们就先一起来看一下 我叫范强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翻墙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刘总监 那么如果觉得是真正的 话好 你 suggestion 喂 少号 少号 我带你去国际府 咱俩捂老位去 那个国际府怎么下 下载一个小火店交给你就行了 小火店交给我记住行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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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